大家好,我是Daphne营养师 很多人一见到营养师 为我最多的问题 就是减肥应该要吃什么 然后减肥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所以我就想要做这个视频 来解答大家的这个疑问 首先先让我们了解 如何去定义自己的这个体重 还有就是去知道 导致肥胖的一些原因 如何去定义自己是否肥胖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 那就是BMI BMI呢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体重in kg 然后呢也要知道自己的身高in meter 这个身高呢 比如说我是159cm 我把它换成meter的话呢 就是1.59meter 好,如何去计算呢 非常的简单 用普通的计算机就可以计算了 我们就用我们的体重in kg 除以身高in meter 再除以身高in meter 然后呢你会得到一个指数 得到这个指数过后呢 你就要参考一个图表 去知道自己的这个指数呢 是落在哪一个范围的 正常的范围呢 其实就是18.5到24.9 如果是18.5的话呢 少于18.5的话呢 那么体重呢就是过轻 如果是多过24.9的话呢 就表示体重过重了 好,现在我用这个计算机来教大家如何的计算 所以比如说体重是70kg 我们就输入70 然后呢身高呢 然后呢身高呢159cm呢 我们把它换算成meter 就是1.59meter 所以我们就70除以1.59 再除以1.59 就会得到一个指数 27.7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27.7 是落在哪一个范围的 27.7是超过24.9的 对吗 所以呢 这个体重呢 就是过重了 这个70kg对于1.59米的这个身高呢 比例起来的话呢 这个体重是过重了 知道我们的这个BMI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体重的下限跟上限 就是知道一个健康体重的这个范围 比如刚才我拿这个70kg的这个例子 它是超重的 对吗 然后它的身高是1.59米 所以今天我要知道这个体重的上限跟下限 应该要怎么样做呢 很简单 你就拿你的这个身高 比如说1.59 再乘于1.59 然后呢 我们再来乘于这个体重的 上限BMI 24.9 会得到一个体重 那么就是62.9 所以表示呢 这个62.9呢 是属于1.59m的体重上限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体重的下限又是多少呢 同样的 我们用身高就是1.59 乘于1.59 我们再乘于这个BMI的这个体重的下限 那就是18.5 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体重呢 46.8 这个呢就是属于1.59m的体重的下限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属于1.59m的这个正常的体重的范围呢 其实是在46.8到62.9的 所以比如这个人呢 他是70kg 那么呢 他需要减掉7kg以上的体重 来维持他的健康的体重 知道自己的BMI 知道自己的这个体重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的呢 是身体的体脂肪 因为比如说今天 如果你是以BMI来计算 你是超重的 但是你的超重的这个体重呢 是属于肌肉的体重 其实是健康的 比如说一些运动员 还有就是有做健身的人 他们的体重可能偏高 但是体重是属于肌肉的话呢 其实是正常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体重是正常 属于BMI正常 但是你的体脂肪超过呢 那么其实也是属于身体的 肥油过多的情况 那么怎么样去测量你的 这个体脂肪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你就是用一个 有测量体脂肪的秤 就用那个秤 去测量自己的体脂肪 男生跟女生的 这个体脂肪的 这个正常范围呢 是有区别的 像男生的话呢 其实男生的肌肉 是比较发达的 男生的体脂肪呢 就不能够超过26% 而女生的这个体脂肪呢 就是我们女生 是比较需要油脂的 所以我们女生的体脂肪呢 是不要超过32%的 好 了解了这个BMI 体重 体脂肪 其实呢 还有一个指数呢 是去了解自己的身形是否健康 那个就是要去测量自己的这个 腰围级臀围的比例 其实呢 也有研究显示 如果这个腰围级臀围的比例越高的话呢 其实我们患上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说筋脏病啊 高血压啊 糖尿病呢 这些风险会更高 好 如何去测量自己的这个身形的这个比例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腰围 腰围呢 其实你就是去测量这个 你的最小的这个腰围 然后呢 要知道我们的臀围 这个臀围呢 就是最大的那个臀围 然后呢 你再用你的腰围 除以你的臀围 得到了这个比例呢 你再来对比 那么男生的话呢 这个比例呢 是不能够多过0.85的 而女生的这个比例呢 就不能够多过0.95 了解了自己呢 这个是否肥胖呢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肥胖的原因 肥胖的原因呢 其实就分为 外在的原因跟内在的原因 内在的原因呢 是我们比较难改变的 而外在的原因是能够改变的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内在的原因 第一个内在的原因呢 基因的遗传 你会问我说 肥胖是会遗传的吗 其实是会的 就是说有很多的研究显示 如果父母是肥胖的 那么子女的肥胖率呢 其实是比较高的 而且是会大大的提高 但是呢 其实基因呢 它不单单只是基因会造成这个肥胖的问题 通常基因呢 它只占了差不多四成到六成而已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是一胖体质 你觉得说 哦 自己吃空气也会胖的话 不代表你没有救了 其实呢 这个表示说 你需要更努力的去知道一些肥胖的一些知识 然后呢 就把它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 除了这个基因的这个遗传以外呢 荷尔蒙失调也是另外一个导致肥胖的这个内在因素 比如说一些疾病 像是这个甲状腺过低症 还有的就是多男性卵巢中和症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更年期 荷尔蒙失调的这些情况呢 其实也是会导致肥胖的问题的 接下来呢 我们的性别跟年龄也是其中一个内在的这个原因 性别的话呢 女生是会比男生容易肥胖的 像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女性的这个肥胖人口是比男性多的 那么年龄方面呢 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体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呢 就会逐年的减低 我们20岁以后呢 我们每10年呢 就会减低1到2% 就是说你20岁吃的这个分量跟你30岁吃的这个分量呢 就要30岁的话呢 就要减低 还有要增加运动量 那么这个基础代谢率呢 其实是减肥的关键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视频去解释这一块的 所以刚才谈了内在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外在的原因 这个外在的原因呢 其实是大家可以去改变的 第一个外在的原因呢 导致肥胖的呢 其实就是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 你知道吗 其实马来西亚呢 是亚洲最肥胖的国家 没有之一 是最肥胖的国家 就是说我们在亚洲是No.1肥胖的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美食的天堂嘛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种族 而且我们也有来自各国的料理 没有一种食物是马来西亚找不到的 要找意大利餐就意大利餐 要找泰国餐就有泰国餐 而马来西亚很多的节日 每一个节日呢 都是大家去吃一顿的理由 对不对 所以呢 马来西亚这个肥胖人口呢 我可以说是这个饮食的问题呢 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因素 那么第二个外在的因素呢 就是运动 缺乏运动的这个因素啦 接下来呢 心理因素也是其中一个外在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有一些情况是有些人喜欢用池来减压 如果用池来减压 其实那个食量是非常的恐怖的 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外在原因 那就是药物 一些药物其实会导致肥胖 比如说荷尔蒙的药物 内固醇抗敏感的一些药物 还有就是抗忧郁的一些药物呢 这些都会导致肥胖的问题 好 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去知道自己有没有肥胖 那就是用BMI 用我们的体脂肪 用我们的这个身形的比例来知道 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是导致肥胖的原因 有内在的原因 有外在的原因 好 那么呢 其实接下来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减肥的这些资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分享更多有关教大家一些减肥的概念的一些视频 BMI 营养师讲堂呢 会为大家带来保健 养生 饮食的一些健康的概念 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什么课题的话呢 或者是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在下面这一边留言来告诉我 喜欢我的呢 可以按赞 分享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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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谢谢 拜拜